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豬仔要介紹第二隻的今天推介 現在是下午的1點多 這隻手錶 大家如果是精工的錶迷一定不陌生 或者是豬仔的錶迷都未必會陌生 這隻是一隻39M的精工黑白熊貓 我們稱它為Speed Timmer 坊間有人稱它為精通拿 因為它像R字頭的手錶 這隻錶是真真正正的黑白熊貓 它是一個白色的錶盤 我前幾天有些錶迷選購了銀白熊貓 這隻是真真正正的黑白熊貓 你見到電腦是白色撞黑色的 這隻錶跟41M的機心一樣 但分別在於哪裏呢 首先分別在於夜光 這個夜光比較弱 3692 3692四點有夜光 時分秒針有夜光 我們先看看夜光 它不是一隻潛水錶 而是測速錶 時分針加秒針加上 黑度那幾點就有夜光 我們一齊看看夜光 我先給你看 夜光 同樣 它用了測速圈放在外圍 但41M就是鋁片圈 而39M就是不鏽鋼圈 在這個圈的位置上 我就覺得39M 這隻優勝一點 為甚麼呢 就是我個人比較喜歡 一些細緻的造工位 例如上面這一部分 就做了拉絲 下面這個斜位 就做了光芯 你看到 做了光芯 這個就成了一個對比 在這麼小的範圍裡面 在測速圈的範圍裡面 它都做了兩個效果出來 就是拉絲、鋅、炮光 而且我自己覺得 隨著時間的洗禮 不鏽鋼圈就會比較矮 鋁片圈就會退了色 或者攪花了 不鏽鋼圈就很少退色 攪花了 如果面是拉絲也不會太過眼 然後錶就是做了一個24小時顯示 你看到在右邊就是做了這個24小時顯示盤 然後左邊位置就做了一個秒針 我們叫做一個小秒 六點位置就是一個小秒 這個計時馬錶圈 還有一個動力儲能顯示的指針盤 也是四五點之間的日力槍 八盤黑字的做作 這個採用了光動能的V192機心 這個動力儲能就去到八個月左右 就是這個光動能的機心 整隻錶的設計很漂亮 這個錶我覺得我自己會比較適合 原因就是它的錶徑是39A的直徑 對,39A的直徑 好,那Luck to luck只有45A 我們試一下機心 踢起了之後有停搖功能的 還有踢起錶關之後沒有虛位 完全沒有虛位 相對性的錶關的一把手比較大 比起整隻錶的比例來說 好,我們試一下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這個不錯,有一點吸絕力的 調整的時候 好,調整完之後按進去 踢起半格,調整日力 調整日力,踢起半格 也挺好受感的 好,調整完之後按進去 好,看看這隻錶 這個錶是做了Corno的計時 試一下計時熊貓 按著它 當我按了右上的Start 你看到計時馬錶針就起動了 而六點位置的計時馬錶圈 也由動力處能顯示 去做歸了0的位置 也進入計時模式 按停止 按停止 當計時馬錶針轉一圈 在下面跳一格為止一分鐘 好,再按多一下 這個有分段計時,有追針的 你看到現在第一名衝線 第二名衝線 然後第三名衝線 如此類推 按進去 非常好的手感 整隻錶是做了復古感 我覺得挺有復古的感覺 這隻錶好像放大鏡一樣 還有這裡有少許凸起的玻璃 看上去就像膠鏡一樣 但這塊是玻璃 你看到玻璃上面有少許適合 就像膠鏡一樣 好,錶帶方面 也是用了實心的不手鋼錶帶 做了總統帶 像膠鏡一樣的錶帶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 延伸到旁邊部分 這個我自己覺得 少許美中不足 如果旁邊做拉絲就更加好 旁邊做了光身 兩旁的旁邊做了光身 這隻錶做了100米的防水 沒有做到螺旋式鎖錶 它不是一隻潛水錶 它只是一隻拉推管 好,再看看錶扣 錶扣是摺疊式的保險錶扣 按鍵打開了 做了銀色的不鏽鋼 拉絲花紋 寫著SEICO的字樣 打開之後做了一個口橋 不是薄橋 不鏽鋼的口橋 再看看錶底 錶底就是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POSPEC的交叉logo 它是POSPEC系列 SEICO 100米 10個bar的防水 寫著V192的光動能機芯 JAPAN MOVEMENT 反過來給大家看看 整個錶很有質感 拿上去 拉遠一點 先看看鏡頭 那錶鏡呢 就講過了 和大家 39mm的直徑 試試看給大家看看 我量度出來 39.8mm 厚度 13mm的厚度 Luck to Luck 45mm 試試戴上去給大家看看 這支錶非常準確 每月的時間錶準不差 只有15秒 一天就半秒不差 都沒有 非常準確 一支精通 比一支努力士 當然它是光動能機芯 好了 豬仔推介這支手錶 是多少錢呢 最高峰這支錶 都賣過4-5千元 豬仔推介非常超值 一個很划算的價錢 那麼 3,098 比起幾個月前 會貴了少少 輕微 貴了幾十元 一百元 原因就是 沒有辦法 精工加了價 3,098 但仍然是很便宜 比起外面仍然是超值價 如果喜歡這隻黑白熊貓 精通拿 不要坐過豬仔的推介 一隻39mm 多一點的錶景 帶上了豬仔 14.8cm的手腕 所以非常之 還有這支錶都非常貼手 帶上去 挺好的手感 不錯的 黑白分明 如果喜歡這支錶的錶迷 就可以 WhatsApp給豬仔 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在封面有WhatsApp電話 好不好 我們可以看看這支 最後近鏡看看這支精通拿 你看它的index 都做得挺漂亮 做了指釘的特字 亦有做光身的拋光處理 希望你喜歡豬仔的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